我們現在呢來進到這個群組 現在因為剛剛大家是不是已經有至少一個自己的教材嗎 其實老師如果說你覺得一個教材不夠 你也可以先訂閱別人的 訂閱別人也成為你的教材來源之一 那我們先進到群組這邊 你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建立 你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班級的一個概念 建立 你可以給他一個班級的概念 來這個是班級的名稱 建立 這樣就進來 有沒有發現跟我們剛剛的課程那個群組很像 對不對 所以您先透過這個方式 先把您的這個群組先建立一下 那記得喔 您剛剛那個課程啊 不要忘記了 要做發布喔 不然待會我會沒看到喔 好來還給您 好那如果老師您的群組都建好了 我們來看看怎麼用 首先 第一個您進來之後 看到的是它的所謂的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這個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 當然你可以在這邊先發佈沒關係 那麼在任務這邊 就是我們要的 就是要的東西 來從這邊 它把我們的 一般來說 我給老師看一下我平常上課的 是這樣子 如果是比較短期的課程 或者像我們這樣一次性的課程 我通常會比較像您所看到的這種方式 就是直接像這樣直接放在上面 可是如果我是比較屬於像學期性 就是長期一點的或學期的這種課程 因為資料很多 所以我就會比較偏向這一種 第一堂我上什麼 第二堂我上什麼 會像這樣子 因為這樣 有時候我們在找資料會比較容易 第一堂我上哪些內容 然後第二堂上哪些內容 可是如果是短期的 就是我把 反正我用分類的方式 哪一類的放哪邊 以後你要找是比較方便 那哪一種好 看老師自己的選擇 看老師自己的選擇 那我們來看這邊 回到這邊 所以您第一個 先給他一個任務 任務的名稱 好 然後呢 您可以從這邊選取單元 這個單元就會來自哪裡 您自己的群課程 有沒有 從這邊 像我的 我就可以講說 我平常比較認真收集 有沒有 因為平常老師在看 我相信平常也都看很多網頁的資料 對不對 一定有某些適合當作是什麼 你的教材 那你就邊看邊收集 是不是快很多 還是每次都看的時候 然後再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這樣不是要花很多時間嗎 所以用這個方式的好處就像這樣子 那你看喔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想要加入影片題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這裡面有 所謂的主題對不對 有不同的主題 然後這才是教材內容嘛 所以今天如果老師都整理好了 我這整個都要 我就這裡勾起來就好了 這樣就一起加進來 那你加進來的時候呢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怎麼樣使用這個單元 你是要直接複製還是用引用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有自己建立這個嗎 那因為我們剛剛都是直接用擴充工具加進來的 所以並沒有特別去設定這一塊 您看一下喔 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所謂的完成指標 也就是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如果您用的是所謂的系統自動判斷 那你就告訴他 這個教材你至少要看完多少 因為是影片嘛 你說看完50% 那就表示已經過關 他就會兩個勾勾 如果沒有達到 他就是人在走那個圖示 有沒有剛剛老師有看到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您可以自己做調整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網頁的 他就比較單純啊 就只有直接看完幾分鐘 直接看幾分鐘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喔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所謂的複製跟引用就在這裡 如果你想要用 你原本教材裡面 已經設定好的這個過關條件 你就用引用的就好 可是如果說 這個班級 跟另外一個班級 我覺得 另外一個班級進度比較好一點 我可以把它設高一點 有沒有 你可以做微調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用複製的 因為你進來之後 可以在這邊 個別指定 這樣您了解 那差別的齁 所以大致上 我比較常用 還是引用比較多 所以我就引用進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能直接改 因為他告訴你說 你這個教材 是不是引用在這邊的 所以你要改這個教材 可以請你回到這個地方去改 就那些過關條件啊 那些那種 可是今天如果你用的是 複製 你看一下 我直接用複製的 假設這兩個我用複製的 有沒有發現 感覺不一樣 對不對 你在這邊可以自行去編輯它 我覺得這個地方 你可以從哪一個地方 開始看就好了 不要從頭看 那過關條件是什麼 我的說明也不一樣 就是像這樣子 好 那好了之後 我們在下面做一個儲存 所以這個是引用跟那個不同 那如果完成了 我可以把這個教材開放出來 然後呢 就按新增 或者說你還在編輯中 你就先關閉 沒關係 因為同學進來的時候不會看到 不會看到 事實上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平常自己的課程 因為我用OneNote已經一年多 那所以已經 其實本來完整的一個學期 就是從上下學期完整做完 應該是去年就可以達到 可是OneNote那時候有發生一件 就是伺服器當機的問題 所以後來他有再改進 現在就更穩定了 好更穩定了 那您看齁 我之前的上課的方式的話 現在因為已經轉過一圈了 所以您看我的任務這邊 平常我現在只開放同學看到學期中 到這裡而已 就到學期中這邊 那下面的下學期的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都是關閉的 因為我一次給你太多 你會混淆嘛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方式 就是我要開的時候再開給你看就好 那麼甚至呢 我課程比較多了 我怕同學進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第五周第六周 我怕他看不清楚 所以呢 也沒有發現我第幾周我還會置頂 你一進來就看到這一周的 等到這一堂課上完了 我就把它放回去 他就照一二三次下去了 這樣是不是就更人性一點了 所以您可以做這樣安排 像我們剛剛在這邊 你要打開就打開 有沒有 這樣同學就可以看到 這邊打開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OneNote裡面 如果您用所謂的引用的方式 就是從您已經建立好的課程 直接從這邊 這裡也可以編輯 如果你要繼續編輯 就從這邊來編輯一下 按一下 又進到編輯的模式就可以來這邊 這樣使用 那等一下呢 我們再跟各位講 如果你比較屬於臨時性的 或者是我針對這個班級才做的 那也不算是教材 只是比較屬於說 比如說一些簡單的 針對這個班級 我做的一些測驗也好 練習也好 也可以從這邊建立單元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一塊 好不好 您先試看看用選舉單元方式 來找找您剛剛已經建立的課程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 你有很多的課程可以引用 就很輕鬆 因為上課只要點一點就有了